在漫威宇宙里 有这么一群身怀异能的变种人 他们分别是 能够掌控雷电之力的暴风女 刷眼能释放激光的雷射眼 可以一念控制他人的琴 力爪锋利勇猛强悍的金刚狼 触碰他人就能吸取对方能量跟技能的小淘气 凭借一手扑克牌就能站立拉满的牌黄 能够变化成任何模样的亲面人 以及下面这几位 故事开始 一个变种人男孩 刚也被反变种人组织将其抓获 这边的X站警们 则开始了他们的营救行动 然而就在雷射眼释放几道红光放倒几人 以为胜券在握之际 只见一个士兵拽下遮挡布 就搬出了一个巨型的哨兵手臂 进阶段 他操控着手臂 上来就是一发 不过当对面上前摘下雷射眼的眼罩 还在那自以为是时 雷射眼双目一瞪 便结束了战斗 然而这个被救出的变种男孩 无论金刚狼用什么方式逼问他 他就是没有说出有啥超能力 另一边 在X站警这边的审讯中 秦同过精神控制对方大脑的方式 也掌握了反变轮组织基地的所在位置 随后他们自己合完毕 来到了背后矚谋 崔斯科的哨兵基地 不过下一秒 崔斯科从怀里拿出一个遥控器 就放出了一批体型巨大的哨兵机器人 就在这边的几人 还在为源源不断出现的哨兵尔烦恼时 突然天空一阵电闪雷鸣 只见包方女施展超能力 利用强大的寻法技能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就把哨兵们卷到空中 将他们变成了一对废体 可这时 一个更大的哨兵却站了起来 本以为这个家伙能有多厉害 但面对着X站警们的合力 这边的金刚狼跟拍黄 在前面人的配合下 弹空蹦起 就把哨兵的脑袋给血了下去 随后大事已去的崔斯科也被抓住了 并且这个一直没有显露超能力的变种男孩 在李千环的说服下 还是把异能展示了出来 原来他就是能吸收太阳能量的太阳黑子 而他之所以不想展示的原因 则是不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异类 那么在后面的剧集里 他是否能接受变异的事实 成为X战警中的一员呢 我是白狼 我们下期再见